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好了 我觉得好多了 自从2004年我打完官司之后 我虽然感觉自己就像是 过了一场 怎么说 怎么在形容 我也不知道 这个话用什么形容好 感觉是跟完任务的事 完成一项任务 总算为死期的妻子和女儿 讨一公道 拿到判决书之后 我总算轻松一下 但接下来这个路 确实让我走得很难 确实爱滋 爱滋病这个病人来说 他需要的是时间 他是耗不起的 从时间上耗不起的 总算是说打完官司之后 说能够及时拿到这些赔偿款 这也是每一个病人都 应该是 怎么说呢 应该是及时的一个款子 因为他要救命了 他要续命了 为重点地区的爱滋病患者 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 在全国建立了 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早上起来吃两种 晚上吃三种 挺好的 应该这样 我东西在家就在后面 朋友家在后面 喜欢玩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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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该走哪条路 跟现在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以前我都说我想想买点什么吃点什么都我自个说了算 我现在首先考虑的是孩子这一块 如果说孩子一旦得病一旦发病的话我会弄一措手不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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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